标杂局台北市调处今天凌晨 在台北新竹等地 逮捕了程正然 调伟成 王秀慧和林英福等四名 涉嫌参加独立台湾会的组织成员 里面有两个警察 把我手这样 用拳头打我的硬额头 看着几路的警察 所以后来当时的反应 是不是一个全面性带 要往民主自由的方向走 可是统治者往往抗拒 那这个时候学生站出来的时候 它就冲破了那个瓶颈 还就冲破了那个警察 还以为是还是 wants的 是还是会冲破了那个警察 是还是会救了那个警察 是什么梦子 Lotus的 是还是会冲破了这个们 方向走 是什么梦子 都换了什么梦子 就传费了什么梦子 感谢观看